一只狗妈妈正在悉心喂养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们 身边站着的小女孩温柔地抚摸着她们 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恋爱 这是一个叫凯倩林恩的小女孩 从她上学开始 父母就由于工作繁忙 总是不能在家陪伴女儿 为了让孩子不再感到孤独和寂寞 同时也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她们决定给家中带来一位特殊的客人 于是那天下午一扎三口便驱车赶往宠物店 女人想让孩子亲自挑选一位伙伴 母亲坚信 有了动物们的加入 一定能让家里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很快她们来到了附近的店 小女孩一进去 就被一只巨大的金毛狗吸引了眼球 浑身黄色的毛发和圆溜溜的大眼睛 模样很是可爱 小女孩欢快地朝她跑去 兴奋地摸了摸狗狗的身体 没想到 她竟然十分温顺地低下脑袋 很配合女孩的动作 狗狗还朝着一家人摇着毛茸茸的尾巴 仿佛在说快带我走吧 看着这只听话的小家伙和女孩这么有缘 母亲当机立断决定带着她回家 直到女孩牵着狗狗上车 她才相信这一切都不是梦 到家后 小女孩十分热情地招待着狗狗 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玩具和食物摆在她面前 狗狗还不停地用自己的脑袋蹭着她的身体 看样子 小女孩和这只可爱的狗狗相处得很融洽 他们就这样渐渐熟络起来 每天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 小女孩只要有开心的事 总是会第一时间奔向狗狗 和她一起分享喜悦 虽然她不会张口说话 可还是会静静地坐在女孩的身边 耐心地听她讲故事 有了狗狗的陪伴后 小女孩平淡地生活又增添了一些幸福 随着时间的流逝 狗狗也临近生产 不得不送到当地的医院去 狗狗产下了小奶狗后 小女孩便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狗狗 她来到狗狗的跟前 轻柔地拥抱了她 眼神中充满了温柔 并对她说她是一个好妈妈 狗狗也努力抬起头 试图想要离小女孩更近一点 她轻易地蹭着小主人的手掌心 画面很是温馨 母亲说狗狗这么聪明 一定明白小女孩的意思 她很爱她 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友谊 是小女孩一生的财富 狗狗治愈人类的能力 远远超乎想象 他们是上天派来人间的天使 面对可爱的人类幼崽 他们甚至比父母都还要激动 一对即将生产的夫妻 想要收养一只狗狗 他们知道 狗狗天生性格温顺 忠诚善良 喂养起来再好不过 于是在宝宝出生后 爸爸妈妈收养了一只小狗 作为陪伴犬 狗狗似乎很是喜欢小婴儿 它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 像一个忠诚的守卫一样坐在那儿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婴儿也逐渐长大 他们开始一起在家中玩耍 一起吃饭 一起长大 不知不觉间 他们都将彼此当作了最亲的人 总是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 孩子去哪儿 狗狗就去哪儿 就这样 他们彼此信任 成为了很好的家人 有了狗狗的陪伴 孩子不再感到孤独 而且在动物们的影响下 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 所以说 这段友谊就是珍贵的财富 狗狗的忠诚令人杂舌 他们的世界十分简单 善良 忠诚 友善 就是狗狗一生的代名词 一旦认定了自己的主人 就绝不背叛 这虔诚的信仰 值得人们用一生去守护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